即使是再庞大的事物,都是有尽头的。 无论是了不起的英雄,还是伟大的事业,盖莫能外。 祸去病的辉煌同样是短暂的,它像一颗流星,把耀眼的光芒凝聚在短暂的时刻。 封狼居须打到汉海仅仅两年之后,24岁的祸去病因病去世。 祸去病的死令汉武帝非常悲伤。 他调来铁甲军,列成长长的军阵,从长安城内一直排到茂林祸去病的墓前。 汉武帝还下令将祸去病的坟墓修成麒莲山的样子,以彰显他立刻匈奴的功绩。 祸去病去世11年后,公元前106年,未清逝世。 和祸去病一样,他也葬在汉武帝的坟墓邻的旁边。 汉武帝的形象定格在他的尾叶中。 大汉帝国巨大的版图是他的纪念碑。 埋葬在这座纪念碑之下的,是无数将士的矮矮白骨。 从古燕门关上俯瞰,广武城的一片沙滩地上,散落着数百座汉朝守官将士的墓葬。 可怜无定河边谷,游是冲归梦里人。 每个王朝都有着自己的限度,秦朝修建长城的伟业耗尽了国力。 而大汉帝国则在对匈奴战争的凯歌中走向衰落。 墨北之战后,几次得手的汉武帝不肯建好旧收,多次出击匈奴。 公元前111年,数万汉军出征2000余里,一无所获。 公元前110年,汉武帝领兵18万亲征,缠于避而不战。 公元前103年,三万汉军出朔坊,众匈奴埋伏,全军覆没。 太初元年,公元前104年,汉武帝又发动了一次巨大的战争。 整个天下都被搅动起来了,大家都为攻打大冤国,然后把粮食,把生畜构陷出来。 所以这次正式的军队编织军人是6万人,动员的运输转输的十几万人。 据说运输的队伍,最前沿的运输队伍已经到达敦煌了,然后最后面在长安还没出发呢,这么长一点。 在史迹中,司马迁记录了汉武帝,为了夺取汉血宝马,派兵远征大腕这段历史。 他用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笔,透露了自己的言外之意。 一开始就讲汉武帝紧锣密鼓的安排,如何去攻打大员。 然后呢,看似漫不经心的笔风一转,有一句话。 关东地区,蝗灾大旗,这个蝗虫啊,呼啦啦的一片,乃至于往昔飞到了敦煌。 铺天盖地的蝗虫,从关东蔓延到敦煌,民生忧苦的岁月,汉武帝不思安抚百姓,依旧寻兵不悟。 司马迁用一种委婉的方式,表达自己不能明延的态度。 公元前九十九年,北方封烟再起,汉武帝派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讨伐匈奴。 李广的孙子李玲主动请战,愿以五千步兵从侧翼牵制匈奴军力,协助主力部队的西路作战。 前无骑兵侦察,后无支援补给。 在俊姬山,李玲遭遇了禅于阻力。 等于说,匈奴的这个阻力部队,它是让汉朝的偏师,让李玲率领的偏师给遇上了。 以五千弓箭手对抗敌人的八万骑兵,打到最后,弹尽两绝。 最后李玲说,如果现在我投降的话,你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可以跑回去, 向汉朝政府汇报这个事情。 所以从这个口气上来说,李玲应该是想暂时的投降,把命保住。 李玲投降,被一向自负的号地视为奇耻大辱。 朝廷上,善于察言观色的群臣,纷纷指责李玲有罪。 唯有司马迁站出来为李玲辩护。 司马迁说,李玲是难得的贤才,人孝对待士兵守信, 曾经为国家愤然不顾自己的安危。 他以五千步兵对抗八万匈奴起兵,虽然兵败, 但对匈奴的打击足以使他名扬天下。 李玲之所以没有离死尽结,应当是想找机会报效国家。 为什么司马迁这一番听上去并不是十分逆耳的话, 会引得汉武帝的暴怒。 汉武帝把司马迁这番好意的劝解, 他理解为这个是司马迁拐弯抹角的对汉武帝的一种讽刺。 李玲以五千弓箭手,抵挡八万骑兵, 打到这个程度,其实是战绩非常优秀的,虽败有楼。 另一面率领主力军队的李广利带了三万主力军队, 他碰到的这个匈奴不是主力,结果损失很大,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损失率。 那么所以等于说,你把李玲讲得这么好, 就是要把李广利贬得很低了, 你把李广利贬得很低,也就是说我用人不行了。 汉武帝他是这么理解的。 司马迁的这番言辞彻底惹怒了汉武帝, 他下令将司马迁关进牢狱。 在遭受了攻刑之后, 司马迁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。 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, 他说自己没有颜面到父母坟前寄扫, 即使百代之后, 这污垢和耻辱也只会更加深重。 司马迁想到了死, 但还有一个余念未了, 那就是写完史记这部书。 为了实现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, 司马迁忍受屈辱, 苟活了下来。 十四年后, 公元前九十一年, 司马迁完成了史记。 这部壮丽的史书, 为中国的史学文化提供了一个辉煌的起点。 此后, 以史记为范本进行的历史书写方式, 穿越了二十三个朝代, 一直延续到了今天。